从小们好 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 啥是T2B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PFS PFS是星际文件系统 用途式去中心化 分布式存储 目的是填补 甚至替换 已经使用30年TTP协议 想必大家对TTP已经很熟悉了 这就是我们平常上网时候看到 但是它主要是中心化存储 给TTP短视 一旦某一个节点出现问题 那么它的服务器都会受到影响 那比如说相关于TTP 优传的存储成本更低 运行效率更高 更安全 具有更高的隐私性 所以投资PFS就是购买PFS的存储空间 让使用者存储数据 从而获得支付的费用 或者是区块的奖励 Fibcoin PFS和Fibcoin是互不关系 两者相互相成 缺疑不可 Fibcoin则是PFS系统内置的机历程代币 也是唯一官方合法应可 应用区块链技术 基于PFS历程协议 打造一个全新的去中心化网络 这就是Tricoin 好了 同学们今天就讲到这 下课 导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